欢迎来到低碳煮食系列 大家好,我是坎叔 我是宝姐 坎叔,我们吃了两集都是豆腐 那你今集有什么好介绍呢? 我想找肉吃一下 当然没问题 你今天真的有口福了 让我大显身手炒牛肉过来吃 你出手当然好 不过牛肉的碳排波真的很高 让我介绍另一道菜式给你 就是三色椒炒腰果鸡柳 材料包括三色椒、鸡柳、熟腰果、蒜肉和姜片 因为时间问题,我的鸡柳切片 我还腌了十分钟 材料包括豉油、糖、胡椒粉、生粉和麻油 还有,你可以帮我切了三色椒 没问题,让我来吧 对,为什么要用鸡柳不用牛肉? 因为牛的碳排放是很高的 鸡的碳排放就低很多 所以就要用鸡柳就不用牛肉 所以就要用鸡柳就不用牛肉 寶姐,完成了 好啊 现在锅中火就烧热了 我就加点油 就倒入鸡柳 要先爆香它 开始有点香 我都闻到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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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呢 腰果和鸡肉是有高蛋白质 蛋白质 蛋白质又不高 代替牛肉 简直是又健康又环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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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先用鸡肉 加一点油 就爆香 好啊 就爆香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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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蒜蓉味很香 是啊 好啊 还有三色椒 好啊 一齐炒均匀 好啊 一齐爆香 好啊 好啊 好了 现在差不多了 要加鸡肉 鸡肉 是 好 再加上腰果 再炒均匀 炒均匀 爆香 啊 越来越像我啊 那些蒜蓉味很香啊 哎呀 加上鸡肉更香 好香啊 差不多了 好 加点盐 再炒均匀 再炒均匀 炒均匀 再炒均匀 可以上碟了 哇 真的好香啊 是不是啊 又快手又好吃 今晚立刻煮这个菜 是啊 今晚就要试一下 無火煮食一小步 折弱能源 无难度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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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